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听众姐妹 信念蒙福 跟你朋友说 信念蒙福 信念蒙恩 Amen 请问大家在过年期间有没有好好休息啊 没有 我听到没有 谁有好好休息的举手 这么少啊 一个 哎呦 你们 我知道 因为信念非常忙碌对不对 要去拜年 然后大扫除 然后呢 特别是姐妹们 要在家里大煮 对不对 预备丰盛的一餐给你的家人 所以我知道不容易 不容易好好休息 可是我们要重新对焦 因为过去几周 我们的系列就是重新对焦 对焦于神 使到我们可以好好地休息 所以今天我们继续地来学习怎么样地好好地休息 所以我们要先一个问题 到底什么是休息或什么是安息呢 什么是真正的安息 我们想一下 是不是我们什么都不干 什么都不做 你就是放假 什么都不做就会安息呢 不一定 对吗 因为有时候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 你就开始烦恼了 开始想让你担忧的事情 让你焦虑的事情 所以安息不一定是什么都不做 但到底是什么是安息呢 让我们今天来透过今天的信息 我们来更多地了解 你知道新加坡人 有15%的人都有失眠的问题 就是睡不好的问题 请问我们当中有失眠睡不好的人 举手有没有 求主帮助你们 今天你们都要领受安息好不好 今天你们都要领受 Amen 那为什么我们会失眠呢 其实其中一个很大的原因是 因为压力和焦虑 有些是惧怕 所以其实从这边来看 原来安息不一定是什么都不干 什么都不做就能够安息 安息原来其实是一种心理的状态 是内心 你的内心有平安 有安息 你才能够真正的安息 所以让我们今天 进入到神的安息里面 好 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邀请主亲自对我们说话 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再次来到你的面前 我们说我们要竭力 依靠你 进入到你的安息里面 进行我祷告 求主你借着你的话语 你亲自来向我们 每个弟兄姐妹说话 让人听到的 主啊 不是人的话语 而是圣灵 你要亲自对人的心说话 主啊 求主你 让我们的心 有一个很深的渴慕 说今天主啊 我就是要听到 你对我说话 今天我要领受 你那瑞玛的话语 今天主啊 求主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渴望 让我们今天 听到你的话语的时候 我们的生命要改变 主啊 不只是听而已 而是主啊 要进入到 我们的灵里面 来做一个很深的工作 很深的翻转 使到主啊 我们能够进入到 你的安息 使到主啊 我们懂得什么是安息 主啊 使到主 我们能够完全信靠 完全放下 完全交托给你 使到我们进入到 那个心灵的安息 谢谢主 邀请圣灵 现在亲自 借着你仆人的口 来对众人说话 这样祷告奉 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 那我们一起来看 今天的主要经文 今天的主要经文是 马太福音 第十一章 第二十五到三十节 邀请大家跟我一起念 一 二 三 那时耶稣说 父啊 天地的主 我颂赞你 因为你把这些事 像聪明 有学问的人 隐藏起来 却启示给那些 像孩童一般的人 父啊 是的 这正是你的美意 我父将一切交给了我 除了父 没有人认识子 除了子 和受子启示的人 没有人认识父 所有劳苦 二十八 所有劳苦 困乏 背负重担的人啊 到我这里来吧 我要赐给你们安息 接下来 我心柔和谦卑 你们要赴我的恶 向我学习 这样你们的心灵 必得着 得享安息 因为我的恶是容易的 我的诞词很清神 Amen 这边耶稣他在前面 他讲了一些话 就是说 父将这些事情 向那些聪明 和有学论的人 隐藏起来 那这些事是什么呢 那些事呢 其实是天国的奥秘 其实是福音的 这些福分 像这些 聪明有学论的人 隐藏起来 但是却像那些 孩童一般的人 让他们能够领受 能够明白 那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如果你看 这个经文的上下文 可以看到说 很有可能 耶稣讲这些 聪明有学问的人 指的是法利赛人 法利赛人他们 虽然说 很热心地说 要守神的这些律法 但是他们加了 很多自己的规条进去 所以耶稣很有可能 在指的 就是对这些 自以为很聪明 很骄傲的人 这些人得不到 上帝的福音 上帝的祝福 但是对于那些 很谦卑像孩子一样 愿意来到主面前的人 他们可以得到 这些祝福 这些祝福呢 是耶稣基督的福音 那接下来 耶稣就继续说 讲到说那些劳苦 和单重担的人 到底这些劳苦 和重担是什么呢 劳苦呢 其实很多时候 是我们自己 加给自己的 因为我们 劳苦 我们凭自己的 人要凭自己的力量 和努力 要赚取 要争取 自己所要的 所以我们 哇 好累啊 好疲乏 然后悲重担 又是什么呢 悲重担呢 这边很有可能 是别人 加在你身上的重担 所以为什么 我们会劳苦重担 有时候是自己给自己 有时候是 别人加给你的 这边讲到 背负重担 耶稣有可能指的是 法利赛人 对这些犹太人 要守他们 规条的这些要求 因为在 马太福音 二十三章第四节 这边讲到说 这些法利赛人 把好多的重担 放在别人的肩上 自己却 不肯动一根指头 你知道吗 就是他把这些 规条啊 压在别人身上 自己却行不出来 所以这些背负重担 很有可能是 别人 带给你的一些重担 可能是要求 可能是伤害 那 这些法利赛人 他们加了什么东西呢 这些法利赛人 他们加了 六百十三条的规条 除了 这个圣经的 上帝的这些律法以外 他们觉得说 哎呀 好像还不够 我们再加多一点 让大家都可以守律法 那 加了这六百十三条 规条呢 其中一条规条 非常的有趣 你知道吗 他们讲说 在安息日 女人不可以照镜子 请问 你今天有没有照镜子 有的 举手 我也有照镜子 要不然我头发 不会这么好看 哎呀 为什么不可以照镜子呢 因为他们说 如果女孩子照镜子 看到有白头发 就会去拔 那就是工作了 上帝有这样说吗 没有啊 拜托 你知道吗 人把很多的 自己的想法 自己的规条 加在别人的身上 所以使到 哇 这些平民百姓 这些信靠神的人 劳苦重担 因为他们做不到 臣妾做不到啊 求主帮助我们 所以你知道 OK 就是 你知道 所以人给你的这些压力 人给你的这些要求 或你自己 靠自己的力量 要争取的 使到你劳苦 愁烦 担当 重担 但是感谢主 主他给我们 给我们解决的方法 OK 但是我要先讲说 你知道为什么 我们会人 要自己靠自己的努力 要争取很多东西吗 因为其实你知道吗 人在犯罪的时候 就已经有这个 骄傲的本性出来了 所以骄傲其实是 使到人不能够 好好安息的 一个原因 人怎么 亚当夏娃 他们为什么会要吃 会吃那个禁果 因为撒旦告诉 那个魔鬼撒旦告诉他们说 你吃了不会死 你吃了会像神一样 所以他们说 我要像神 那是什么 骄傲 我要像上帝一样 所以我就吃了那个禁果 吃了那个分别 善恶书上的果子 所以你知道吗 其实是骄傲 导致人会犯罪跌倒 所以骄傲的是人的一种 犯罪后的一个本性 所以人就会不断地竞争 要夺取更多 要更多 使到我们无法 好好地安息 休息 如同一个小孩子 生下来一样 宝宝生下来是怎么样的 他是握着拳握的 为什么 爱拼才会赢 就是要来拼搏的 要拼才会赢 那到世上 一开始就是要拼 哇 小孩子 宝宝出生就是要拼 要争取 那再长大一点 上学的时候 怎么样 跟同学拼 我要拼更好的成绩 要上最好的班 对不对 然后要去最好的学校 有时候不是小孩子拼 是父母亲 要孩子 能够去更好的学校 再长大一点 谈恋爱了 那就怎么拼呢 要跟别人 拼男女朋友 要争取 这个男朋友 女朋友 再大一点 工作了 工作怎么样 就要拼 跟别人的同事拼搏 要生死加薪 所以拼命的工作 拼命的 很努力的工作 结果一生劳苦抽烦 我们心灵无法安息 这就是人的问题 骄傲的问题 但是耶稣告诉我们 秘诀是什么 秘诀是 要背负耶稣的恶 学他的谦卑 跟你旁边说 要背负耶稣的恶 学他的谦卑 要背负耶稣的恶 学他的谦卑 所以今天 我的讲到主题是 谦卑与安息 因为当人能够 真正谦卑的时候 我们才能够 进入到安息里面 我慢慢跟大家解答 好 那如何能得着 心灵的安息呢 第一就是 谦卑来到主前 跟你旁边的朋友说 要谦卑来到主面前 要谦卑来到主面前 好 我们再回到 刚才所读过的经文 马太福音 第十一章二十五节 这边讲到说 耶稣讲到 那聪明有学问的人 他们是无法得着 天国的福音 但是上帝却像那些 谦卑像孩子一样 很单纯的 来到主面前的人 他们得着这个福音 而劳苦 当中担的人 耶稣邀请他们 解决方法是 第一就是 先来到 耶稣那里 先来到 耶稣那里 他要赐给我们 安息 这是圣经所说的 所以耶稣其实 还要告诉我们说 他才是唯一 可以让你心灵 得到安息的那一位 不是世界的事情 不是你自己的方法 唯一来到上帝面前 心灵才可以得到安息 人会透过很多的方法 想让你的心 能够得到安息 当我们还不认识主的时候 可能我们 做错了一些事情 有这个愧疚感 这个罪疚感 那我们怎么做呢 我们就说 我们就做一些善事吧 我们就积一些功德吧 让我们心灵好过一点 但是真的吗 那真的可以解决 心灵的问题吗 那个罪的问题吗 或者是我们说 可能觉得心灵很不安 很多惧怕 很多担忧 没关系 我们就去放假吧 我们就去度假吧 我们新加坡人 很喜欢staycation吧 我也很喜欢staycation 就是在新加坡 住个旅馆 住几一两天 真的可以安息吗 没有办法 我们可能 也排满好多的事情 我们在 可能是暂时 让我们的身体休息 暂时放松精神 但是心灵的那个问题 仍然还在 我们的忧虑仍然还在 仍然还是需要去面对它 有些人怎么做呢 玩手机游戏 以前没有手机 可能就是电脑游戏 但是有手机 现在无论是小孩子 无论是ante uncle 我们的长辈们 都会用手机 而且怎么样 当你不想面对 一些问题的时候 就玩游戏 你玩游戏 麻醉自己 但是心灵的问题还在 所以我们 有些人就甚至酗酒吧 我有听过 有些弟兄姐妹们 他们就是说 他们的可能父母亲 就是因为 婚姻出现问题 那他们就酗酒 酗酒 可能暂时 麻醉自己 但是心灵的问题还在 所以很多时候 我们用这些外在的东西 以为说我们的心灵 可以得到安息 但是真正的安息 在耶稣基督里面 跟你旁边比如说 真正的安息 在耶稣基督里 真正的安息 在耶稣基督里 Amen 所以耶稣说 我们要像小孩子一样 当我们骄傲 我们觉得 我很有智慧 我很有聪明 我可以靠我自己的方法 我去可能找这个人 找那个人 解决我的问题 但是其实 好吧 靠自己 你就自己去承担 这些责任 结果你劳苦愁烦 但是耶稣说 你来到他那里 如同小孩子一样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谦卑 我们要谦卑向小孩 你知道小孩就是 来到爸爸面前 爸爸爸爸 我被同学欺负了 爸爸你来 你来帮助我 爸爸爸爸 我需要这个 我需要那个 小孩子就是很谦卑地 能够来依靠 来到父亲的面前 所以我们的天父 也要我们像小孩子一样 能够说 爸爸爸爸 我真的做不到 我需要你 我们需要来到耶稣的面前 承认我们的需要 Amen 我们再看一段经文 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 第四到五节 我们请念 一 二 三 你们要藏在我里面 我也藏在你们里面 芝子若不藏在葡萄树上 自己就不能结果子 你们若不藏在我里面 也是这样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芝子 藏在我里面的 我也藏在它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离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么 耶稣他行为自己 是那葡萄树 就是生命的源头 而当这个芝子 与葡萄树连接的时候 哇 就有力量 就有能力 就能够结果子 所以耶稣他其实 他在告诉我们说 来到他面前 他是那能力的源头 他是那生命的源头 他是祝福的源头 他是你心灵得到 安息的源头 不要再靠我们自己 不要离开他了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让我们自己提醒自己 虽然说我们 做一些休闲活动 可能觉得 让我们可以好好地放松 但是很多时候 当我们休闲的时候 耶稣却不在其中 耶稣却不在 我们的休闲当中 所以有时候 当我可能跟家伦度假的时候 我要提醒自己说 虽然说去那个地方 哇 有好多好玩的地方 我们都要去 但是呢 要记得早上 安排一些时间 跟家人一起来敬拜神 一起来祷告 让耶稣在我们的 休闲的当中 Amen 那才是真正的 心灵的得到安息 Amen 所以为什么我们 鼓励大家 或上帝 十届里面 其中一届就是说 我们要守安息日 这是我们过去几周 一直在鼓励大家的 为什么要守安息日 不是一个规条 而是上帝 他渴望让你可以 与他连结 所以当我们每个礼拜 或星期六来 崇拜聚会的时候 当我们守安息日的时候 其实在建立一个 与主连结的规律 与主连结的规律 每个礼拜来到主面前 在敬拜当中 上帝 借着祂的话语 来对 借着敬拜师哥 对你说话 然后借着祂的话语 上帝亲自来安慰你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守主日 那是上帝他渴望与我们连结 让我们连结与葡萄树 那在我们忙碌的生活当中 让我们也学习更多 留空间给耶稣 跟你旁边说 留空间给耶稣 留空间给耶稣 是的 因为主耶稣 我不知道大家都很忙 特别是信念期间 要大煮啦 要大扫除啦 我们大家都经历过 特别是我结婚之后 不只是去我自己的家人那边拜年 我还要去如燕家庭拜年 如燕家庭很大 好多兄弟 他的爸爸有好多兄弟姐妹 所以就突然间 哇 变得好忙好忙 但是在所有的忙碌当中 耶稣他在等待我们说 你愿不愿意将你的忧虑 你的中担交给他 我们要留空间给他 留空间给他的意思就是 把那个时间空出来 然后用敬拜的诗歌来亲近神 用祷告将你内心的那些 担心中担交给他 然后透过神的话语 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你说主你要对我说什么话 当你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谁会借着祂的话语来安慰你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自己过去的一段经历 就是我在年轻的时候 曾经被同学霸凌 所以在那段时期是非常痛苦的 非常孤单 然后被人排斥被人拒绝 我甚至陷入到忧郁里面 每天晚上都躲在角落哭 然后有好多的声音告诉我说 你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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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都是门鬼撒旦 要夺取我的性命 但是当我在这种痛苦当中的时候 耶稣他邀请我来到他的面前 透过学校的一位讲员 一位牧师给了一个呼召 说你愿不愿意信靠耶稣 所以当我那一天说 好了我就相信耶稣 我就依靠耶稣 就来到耶稣面前吧 要不然其实我就会各脉自尽了 我就会自杀了 所以在那一天 当我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当我说主耶稣 我愿意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突然间心里面充满平安 突然间感受到 有这位爱我的天父 感受到原来世界有人爱我 然后虽然我在那种 在一种在低谷当中 但是每一天当我信主之后 我每天回到我的家中的 期待第一件事情就是说 我可以跟耶稣祷告 我可以将我的心中的忧虑惧怕 所发生的事情 都带到主面前 向主倾心图意 然后每一天 当我在读神的话语的时候 神就会借着祂的话语 来安慰我 对我现在的情况说话 使到我的心灵可以得到安息 所以亲爱的亲朋戚友 亲爱的朋友 亲爱的家人 我祷告让我们真的是 来到耶稣的面前 来进入到祂的安息里面 将你心中的这些忧虑也好 惧怕也好 以祷告带到主的面前 来到主面前 主必给你安息 Amen 所以跟你朋友说 来到主面前 主必给你安息 来到主面前 主必给你安息 Amen 好 第二 我们怎么样可以得到 得到心灵的安息呢 就是谦卑降服于主 我们要谦卑降服于主 好 我们一起来看 第二十九节 这边讲到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要负我的恶 向我学习 这样你们的心灵 必得享安息 Amen 耶稣说 祂是怎么样的一个性格的 祂是柔和的 祂是谦卑的 而耶稣说 要我们学习祂的柔和谦卑 耶稣的柔和谦卑是怎么样 耶稣怎么样谦卑自己呢 我们来看耶稣 祂自己的一个祷告 在路加福音第二十二章 第四十二节 请大家跟我一起念 一二三 父啊 如果你愿意 就把这杯拿去 但不要成就我的意思 只要成就你的旨意 这边讲到说 耶稣 祂说不要成就 祂自己的意思 要成就上帝的旨意 这句话是 当耶稣要上十字架之前 祂像父神的一个祷告 像天父的一个祷告 因为祂知道说 祂需要面对的是什么 鞭打 祂需要为众人的罪 担当众人的罪 上十字架 祂需要经历这些痛苦 是 人本身 会不想承受的 但是祂说 我愿意放下自己 放下我自己的想法 放下我自己的意念 我愿意降服于神的旨意 这就是谦卑 谦卑就是愿意放下自己 降服于神的旨意 告诉你旁边说 谦卑就是降服 谦卑就是相服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耶稣 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 第二十九节 耶稣说 我心里柔和谦卑 你们要负我的恶 好 负我的恶 到底这个恶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来看这个照片好吗 好 新加坡 已经没有这个农业的 这些做农业的人了 比人家很少农夫了 但是在那个年代 在耶稣年代 耕田的时候 就会把这个恶 套在两头牛的肩上 所以这恶的意思就是 那块木条 那个木具 可能来自中国的就知道说 耕田的时候会这样做 对不对 所以这个恶是将两头牛 能够绑在一起 然后一起来同行的 那在农夫训练牛耕田的时候呢 他会把比较有经验的牛 跟一头新的 要学习耕田的牛 套在一起 让这个比较有经验的牛 来引导这另外一头牛 去学习怎么样耕田 怎么样走 所以其实 从这个例子来说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说 原来赴耶稣的恶是什么呢 就是要让耶稣来引导你 如同是比较有经验的 他懂得要怎么做 上帝知道 他对你的心意是什么 什么是对你最好的计划 让上帝来引导你 而我们要怎么做 就是我们要降伏 当圣地引导你的时候 我们要愿意降伏 谦卑地降伏在他的面前 这个恶在圣经里面 其实也代表了降伏 所以当我们说 耶稣说付我的恶的时候 其实就是我们愿意降伏 在他的主权底下 这就是付我的恶的 其中的一个意思 养头牛如果要一起 耕田的话 他们一定要同步同行 就是不可以 一个走太快 一个走太慢 所以在这个降伏过程当中 我们需要学习 与主同行 当神说 好 你去做这件事情 我们顺服 当我们读圣经的话语的时候 神说 你要跟这个人和好 那我们也愿意降伏 当我们愿意降伏神的时候 我们就不会走错路 你知道很多时候 是因为我们自己 要做自己的头 我们要自己做主 我们自己做决定 我们也不寻求神 当我们做错决定的时候 结果我们自己 需要承担那个后果 结果我们就背负重担 使到我们心灵 无法进入到安息里面 我们再来看多一段新闻 在真言第三章第五到第六节 要请大家跟我一起念 一 二 三 你要全心信靠耶和华 不可依靠自己的悟性 凡事都要寻求他 他必指引你走正路 Amen 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说 不要再靠你自己的想法了 不要再靠你自己的悟性 或聪明了 我们人 那些自以为聪明的人 你知道吗 很多时候 需要自己承担所有的责任 但是当你说 主 我愿意放下我自己的想法 我愿意走你的道路的时候 降服于你的时候 上帝会引导你走正路 当你说 我愿意凡事祷告寻求你的时候 我愿意凡事祷告来降服于你的时候 上帝会引导你走正路 我很喜欢英文的 有一句话讲到说 Let go and let God 就是放手交给神 让他来产权 Let go and let God 很多时候我们抓得很紧 当你抓得很紧的时候 无论是你的家庭 你的事业 你的孩子 或一段关系 或者是那个不饶恕的时候 我们是背负重担的 我们需要自己去承担 这些所有的担子 但是神说 你用不愿意降服于我 让我来做主 让我来带领你 让我来为你说话 就如同一个双人的脚踏车一样 你知道吗 上帝其实在前头 他邀请你坐在后头 但是有时候 当我们坐在后头的时候 我们仍然在那边挣扎 我们仍然要控制那个方向 但是你坐在后面的时候 你可以控制方向的吗 不行对不对 我们需要说 主啊 既然你就是做主的人 好吧 我就放轻松 我就降服于你 你来带领我吧 借着你的话语 你带领我 我不要再靠我自己的聪明 来挣扎了 我要放手 交给神 Amen 所以告诉你旁边的说 要放轻松 放手交给神 要放轻松 放手交给神 那你抓住的可能是工作 你抓住的可能是你的孩子 抓住的是一段关系 但是不是神所要的 你抓住的是不饶恕 因为人曾经冒犯了你 你不愿意放下 但是今天 主告诉我们 要我们选择饶恕 那你愿不愿说 好 我愿意降服 我也愿意让主你来掌权 你自己来做那个审判 我不要做那个审判官 所以今天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 说什么东西是让你的心里面 一直紧紧抓住你放不下的 今天神让我们一起祷告 将这个事情交给神 让主来掌权 谦卑降服于主 Amen 所以让我们先一起低头来祷告 我们生命中是有什么事情 是我们说主我想要 但是你在靠着你自己的智慧 你的聪明 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今天神他要你说 你愿不愿意降服于我 让我来带领你 把这个事情交托给 交托给他 让我们现在可以各自祷告 我们将这个事情交托给我们的主 亲爱的主耶稣 主啊你知道我们生命中的挣扎 主啊因为这个人 因为这件事情 我们紧紧握住 我们不愿意放开 使到我们心里面背着重担 今天主耶稣 我们祷告说 我们愿意放手交给你 我们愿意Let go and let God 让你来掌权 让你来做主 我们愿意放手 让你来做主 让你来带领我们 因为主你说 要我们不靠自己的聪明 凡事都认定你 凡事都祷告寻求你 主啊你必指引我们 走一路 走正路 所以主我们就将这个人 将这件事情放手交给你 主啊现在让我们的心 是清神的 不再背负这些重担 我们谢谢赞美你 这样祷告是奉 耶稣基督的名 Amen Amen 好最后一点 我们要怎么样的 好好的让我们的心灵 可以安息呢 就是要谦卑靠主恩典 告诉你旁边的朋友说 我们要谦卑依靠主 我们要谦卑依靠主 在马太福音十一章 二十九到三十节 最后两段经文 这边讲到说 你们要负我的恶 为什么呢 耶稣说 祂说祂的恶是容易负的 祂的担子是很清神的 为什么祂的这个恶 是容易负的呢 好 我现在讲到这个恶 回到这个恶的 这样的一个形容 当两头牛呢 被这个恶套在一起的时候 比较有力量的那头牛 可以帮助比较软弱的 谁是有力量的 当我们与耶稣同父于恶 与耶稣连结的时候 降服于祂的时候 上帝是那蛮有能力的 祂是有智慧的 祂是知道过去 现在未来的 当我们说 主我愿意同父 因为祂同父于恶的时候 主耶稣祂说 我是那比较有能力的 你可以将祂的重担 来交托给我 你可以来学习依靠我 不再靠你自己 扛啊背负 后面那些担子 而是 你可以来依靠我 所以 上帝是蛮有能力的 祂能够帮助你 使到你的担子 变得容易 变得轻盛 不是说 你什么都不做 但是你可以把 做你应当做的 把其他的交托给祂 祂来背负这些担子 Amen 所以 祂要我们学习 不再依靠自己 而是单单 依靠主耶稣的恩典 好 我们再来看 多一段经文 在加拉太书五章 第一节 第四和第六节 我们一起念 一二三 基督释放了我们 叫我们得以自由 所以要站立得稳 不要再被 奴仆的恶挟制 你们要靠律法称 这些 对不起 你们这要靠律法称义的 是与基督隔绝 从恩典中坠落了 我们靠着圣灵 凭着信心 等候所盼望的义 我们既然已经在 基督耶稣里 受不受割离 根本无关紧要 借着爱 表现出来的信心 才至关重要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这是保罗所说的 他在鼓励教会说 你们既然已经 接受耶稣了 你不要回到过去 那个奴仆的恶 奴仆的恶是什么 奴仆的恶是 靠律法称义 就是靠守律法 靠守上帝的律法 就是靠你自己 去守上帝的律法 或他们那时候 可能也守法利赛人 这613条的这些规条 因为说我要做这些东西 靠我自己的能力 我尝试做到 这些事情而称义 但是他说 那些要靠律法称义的 是与基督隔绝 就是不在恩典当中 不在依靠主的恩典 但是当我们信靠主之后 耶稣基督 他已经为你承担 一切的罪 他已经为你承担 一切的咒诅 当我们信靠他的时候 我们就已经成为义人了 因为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我们罪已经得赦免 所以不是靠我们自己 而是白白地得到这样的一个福分 所以这段经文在告诉我们说 不要再回到过去那种 奴仆的心态 而是你要明白你是谁 你是上帝的儿子 你是上帝的儿女 你是被神救赎的 你已经有一个不同的位置和位分了 一个奴仆的心会怎么样呢 一个奴仆的心 他是因为害怕 所以他做一些事情 他是因为惧怕所以工作 他是因为惧怕所以服事 他是因为惧怕受到惩罚 所以他就守这些规条律法 但是一个儿子的心 耶稣的恶是儿子的恶 也是儿子的心 那耶稣的恶或儿子的心是怎么样呢 是因为他知道 他是耶稣上帝所爱的孩子 因为爱 所以他很乐意地工作 他很乐意地服事 你知道吗 所以当我们带着不同的心态去 无论是工作 无论是教会的服事的时候 是不一样的 奴仆的心态是做什么都是 我觉得好困难 好辛苦 都是重担 但是当你知道 你自己是上帝的儿子的时候 你说主耶稣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很乐意地服事你 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很乐意地工作 要荣耀你的名 因为我爱你 所以我愿意去服事别人 所以这是一个儿子的心 一个奴仆的心呢 他是希望靠自己的表现 得到奖赏 但是儿子的心 他知道他已经被接纳了 他是被神所爱的 他不需要靠任何的好的表现 去得到上帝的爱 所以我们要脱下这个奴仆的心 奴仆的心是靠自己 但是儿子的心是靠上帝 Amen 所以告诉你的旁边的朋友说 你是上帝宝贝的孩子 你不需要靠自己 你可以依靠上帝 Amen 告诉朋友说 你不需要靠自己 你可以靠上帝 你不需要靠自己 你可以靠上帝 Amen 所以让我们不要活得 那么的辛苦 因为其实上帝说 我是你的爸爸 我是你的依靠 你不需要靠好行为 去证明什么 你不需要靠好行为 来赚取我的爱 因为我已经将我的独生子 耶稣基督赐给你们 让我们进入到一个恩典的节奏里面 好 我们一起来读最后两段经文 在哥林多后书12章第9节 要请大家大声跟我起念 1 2 3 他对我说 我的恩典够你用的 因为我的能力 是在人若染若上显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欢夸耀自己的软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 复辟我 这也是这段经文我非常喜欢 因为神在告诉 神在告诉我们说 其实他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当你染若的时候 他的能力显得完全 所以刚才讲到骄傲和谦卑 骄傲的人觉得说 我就是要表现出 我是很有能力的 让一切的荣耀都归给我 我是靠我自己得到这一切 但是主再加到我们谦卑来 依靠他 骄傲的人需要承担 所有的这些重担 但是谦卑的人说 我承认人是有限的 但是上帝你是无限的 所以我可以来到你的面前 我可以说 主我有软弱 但是你的恩典够我用 你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甚至可以夸耀自己的软弱 说我就是那么软弱 没关系 让人看到上帝是多伟大的 我可以做到这一切 不是因为我 而是因为这位大有能力的神 Amen 所以要鼓励大家 让我们从今以后学习 不要用蛮力 就是靠自己的努力 要赚取 要得到 无论是家庭工作 你想得到的一切 而是要进入到恩典的里面 依靠神的恩典 不再靠自己挣扎 就是说我愿意来依靠主 主的恩典够我用 主的能力在我身上会显得完全 当你这样做的时候 一切都会变得很 清神 很容易 Amen 所以盼望今天 我们大家都要进入到恩典的节奏里面 淡淡地依靠神的恩典 了请金脉团上来预备一下 在结尾的时候 分享我自己的一些经历 就是其实每一次我可以站上讲台 来传讲神的话语 我都觉得 哇 是神的恩典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你认识年轻的我的时候 因为受到人的排斥拒绝 变得非常自卑自闭 自闭 不敢说话 说话会结结巴巴巴巴 结结巴巴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 是神他一直陪伴着我 让我走出我过去的这个阴影 我的天然的一个能力就是 我喜欢音乐 我对音乐感是非常强的 所以可能听了一首歌 一两次我就可以记住歌词了 但是我的弱点是什么呢 因为过去的经历 讲话对我来讲是一种挑战 我不喜欢讲话 但是上帝就是说 勇川我就是要你勇敢地站出去 站在这个位置上 因为什么呢 在这里你需要依靠我的恩典 你需要依靠我 你需要学习 每次讲到你说 主啊 帮助我 主啊 给我启示 主啊 你给我教导我要怎么做 但是很起码的 每次一站上讲台的时候 我就看到说 这个人不是我 这个人不是那台下的勇川 是因为上帝的恩典在我的身上 他的能力在我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所以上帝可以这样地帮助我 他也可以这样地帮助你 阿们 所以再次刚给你朋友说 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神的恩典是够你用的 阿们 昨天在祷告在读经的时候 上帝给我一段经文 在圣明记第一章 第二十九到三十一节 大概的意思是这样 神在告诉我说 不要惊慌 不要害怕 主会在前面 祂会与你同在 祂会在前面带领你 祂会为你来征战 祂会像父亲抱着儿子一样 抱着你 走过每一个阶段 所以当我领受这句话的时候 我觉得哇 阿爸父你真好 祂在安慰我 祂在告诉我说 孩子你不要害怕 就勇敢地去做 因为神祂会抱着你 当父亲抱着孩子的时候 孩子不需要处理 我记得就是我爸爸 他有时候他会抱着我们 当我们走累的时候 他会抱着我们 当我们还小的时候 当然 在还小的时候 抱着我们的时候 就觉得哇 好温暖 好安心 不需要费力 我觉得这一段话 也是要给我们当中 有一些人的 因为你们在忧虑当中 你们在背负重担当中 阿爸父在邀请你说 来到祂的面前 耶稣在邀请你 来到祂的面前 不要害怕 神会与你同在 祂会带领你 祂会像父亲一样来拥抱你 所以今天你愿不愿意 进入到父亲的拥抱 让我们一起来 进入到父亲的拥抱里面 Amen 让我们现在一起 跌头来祷告 可能很多事情 一直压在你的心上 或某一件事情 一直压在你的心上 直到你无论你做什么事情 你都无法 进入到那个安息里面 但神说 今天你不要再隐藏 将你的心向主打开 将那个人 将那件事情 带到主的面前 可能是你的父母亲 可能是你无法饶恕的人 可能是你一直想 得到的一件事情 向他倾心图意 带到耶稣面前说 主啊这个中担 我要交给你 我要让你来掌权 我要让你来做主 我心 让我心可以得到安息 天父你来拥抱我 我同父亲来拥抱孩子一样 让我不需要再靠自己 背负这个中担 我可以进入到心灵的安息里面 如果你愿意将这个中担 交托给神 请你向神举起你的手好吗 你说主啊 我今天不要再背负这个中担 天父我愿意交给你 我愿意降服于你 我愿意将我的孩子交给你 我愿意将我的丈夫 我的妻子交给你 主你来做主 使到我这个担子是轻神的 我这个恶是容易的 谢谢主 主啊我就祷告求主你 现在让你的爱 充满在我们当中 主你亲自来背负我们 所有弟兄姐妹 生命中的重担 主啊使到我们的担子 是轻神的 是容易的 主啊如同牛被饿在一起 主啊 主我们说我们愿意与你连结 我们说我们愿意降服于你 我们说我们愿意不再靠自己的聪明 我们愿意来寻求你 我们愿意来依靠你 我们愿意来依靠主你的恩典 因为主你的恩典会够我们用 使得主啊挪去我们生命中 主啊这个重担 我们谢谢赞美你 将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我们一同站立起来 让我们借着这首诗歌 我们向神来做一个回应 说主求主你给我一颗谦卑的心 谦卑的来到你的面前 谦卑的承认 耶稣我需要你 谦卑的承认说主啊 我不能够靠自己 我需要依靠你 谦卑的愿意跟神说主啊 我愿意降服 不再按照我自己的意念 而是要成就你的心意 我们一起来敬拜 谢谢你观看 生命权教会线上的讲道信息 如果你想更多了解我们的教会 欢迎你上生命权教会的网站 riverlife.org.sg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